目前莫菲是领先了45分 盘面上只有35了 定居会能不能靠自己的斯诺克来罚分 完成翻盘呢 我们拭目以待 好 这样先借助黄球做上了一杆 这杆是能看到一点点薄鞭啊 做的不是太理想 莫菲也是放心大胆的往袋口去养 毕竟自己已经超了10分了 切薄鞭再把红球顶出来 漂亮 反倒是利用咖啡球坐上了一杆 一库勾到 这个时候定居会一定是不会放弃的 因为毕竟只超了10分 而且是决胜局 当然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球形啊 最能坐上高质量斯诺克的就是母球藏在绿球的后面 当然这杆也坐上了 两库勾到 黑球后面并没有藏住 看母球 露出一点宝贬 莫菲直接往袋口去薄了 也是够大胆的 确实啊 暂时来看 莫菲是处于不败之地的 当然我们是希望他能败一下 哎 好球 借助咖啡坐上了一杆 这杆还是一库来解 顺利解到 把红球打跑 母球尽量往黑球后面去藏 没藏住 莫菲这杆是可以选择打进攻的 当然进攻也没打进 现在防守的主动权是完全在低尼辉手里的 这杆又是靠黄球和篮球坐上了 解到 10分 三杆斯诺克 这杆不好利用 第一回的防守其实是挺厉害的啊 尤其是坐斯诺克这方面 不过现在彩球的分布实在是太差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啊 没有太好的利用视角 而且莫菲只要说拉开跟红球之间的距离 他就不好去坐上 距离一旦远了就很难控制力度 好球 这杆又是坐上了一杆 带点扎杆是可以解到的 注意收一下力度 保球保得非常漂亮 嗯 这杆还是一个保球把母球防下来 红球去往了黄球的后面 漂亮 母球停的这个位置不太好 能又能直接打到了 走多了 把红球送往了带口 还是切一个薄鞭把红球顶出来 或者直接贴裤把红球顶出来 打劲了 打劲了 剩下的分数可就不好追了 嗯 现在是落后了38台面27 还是需要三杆斯诺克 而且这种时候啊给自由球也没有 红球在的时候他效果要好了 红球在的时候给自由球相当于直接加了8分 扎杆扎杆扎杆 扎杆扎道 我会在这个功力啊也是很深厚 丝毫不给丁净辉做高质量斯诺克的机会 母球回来 再往黑球后面藏 力度大了 没藏住 好继续的一个纠缠啊 完全不给摸费上手的机会 莫非也不给丁俊辉做斯诺克的机会 当然目前来看肯定是萧莫非的迎面比较大一点 这杆借助黑球坐上了 一库来解 解到 这种球母球是最不好控的 走一个四库 能不能藏到绿球后面 力度轻了这回 把环球打上去 还是没有太好的机会 莫非还挺贼 这个时候只要就是说 母球和黄球肯定不在同一个半边 距离远了 本来就是我们的重心就要放到瞄准上面 自然而然这个力度的控制就 难免会差一点 这杆黄球打进了 这一局也是持续了50分钟了 是时候也该结束了 哎 需求停在了带口 带口这也没法抠出来 落后40 才没25分 越超越多了 3 咖啡球能不能坐上 完了 这回是真没了 咖啡球留带口 莫非打进这一颗 定居会就直接放弃了 哎 没打进 没打进 定居会要再挣扎一下 15分 15分4干 这回再次漏球 咖啡球打进 这是真没有什么挣扎的必要了 这样还是要恭喜一下肖莫非打 最终决胜局5比4战胜了定居会 好 双方握手了